乡村女童离奇失踪 是意外还是人的意 热索现金的纸条 监控录像里的神秘口罩男 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2017年4月15日晚 陕西省汉中市 缅县富川镇陈家湾村 一祖村民刘娟 遇到了一件起起揪心 而又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 自己和远在外地打工的丈夫 通电话的过程当中 一岁半大的小女儿娇娇 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在自己家中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孩子的离奇失踪 在民风淳朴的小山村 掀起轩然大波 各种流言蜚语和无端猜测 顿时在街头巷尾 传得沸沸扬扬 而警方三昼夜的连续侦犯 却丝毫没有任何进展 一时间案情陷入胶着和被动之中 茶余饭后都探到的是小孩 被人家拐骗了 被人家杀害了等等 所以当时我们就不敢听这些东西 听到以后 我们也感觉到案子没有破 我们这份职责还没有尽到 离奇消失的孩童究竟去了哪里 他是遭遇了意外 还是顽皮跑出了家门 孩子的生死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越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心情越来越重 压力越来越大 当时我们就害怕这个小孩 确实也不再认识了 可以说我们当时我们内心 都有一种 骄傲了 时间很快到了第四天 孩子依然没有下落 母亲刘娟已经彻底崩溃 连日来的伤心过度 让她卧床不起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意想不到的喜剧色彩 一个连想都不敢想的结局出现了 就在4月20日凌晨 卧床休息的刘娟突然听见门外 传来一句低沉而诡异的声音 门外陌生男人的吆喝声 让刘娟一开始认为是幻觉 她认为自己可能是听错了 但是她仍然不由自主地爬起来 想去门外看个究竟 当她亮亮强强把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刘娟惊呆了 孩子居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孩子都吓傻了 认不到我 认不到连他妈妈都认不到了 连他爸爸也认不到了 我把他抱到我里前 我抱到我妈妈 叫叫我是妈妈的 我是妈妈的 这突然出现的一幕 让刘娟激动得不知所措 她拼了命地搂住孩子 上上下下打亮 发现孩子身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只不过衣着和外形有些许的改变 被送回的时候穿的是旧衣服 她母亲一看 这个小孩 头形发生变化了 离过发呀 据刘娟回忆 当时她打开门时 只看见孩子一个人在场 那个大声吆喝送孩子回来的男人 根本连影子都没有看到 就在这时 刘娟意外发现 就在孩子的衣领处 夹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这不是敲诈你的钱 是一点辛苦费 一万元放在张海的窗台上 放一块红砖下面 砖上放三粒小石子 晚上放不许看 不许乱说 社会日子长着呢 要看长远一点 就是要求这个主家 拿一万块钱 放在这个 本充另外一家的窗台下面 孩子毫发无损地失而复得 让所有人长舒立口气 但是 这个送孩子回来的神秘人 又是谁 他掳走孩子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如果真的是 像纸条上写的那样 纯粹是为了屠材 实施地绑架勒索 那他为何要把孩子 送回家后 再提出索要赎金呢 失而复得的孩童 勒索现金的纸条 嫌疑人是混淆侦查事件 还是另有企图 平安365 正在播出 虽然孩子失而复得 总算是一个新型的结局 但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 尽快找到这个掳走孩子的神秘男子 成为了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因为孩子失踪前 和被送回家之后 身上的衣服被换过 民警于是想以此为线索 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虽然嫌疑人在作案初期 成功躲避了监控探头 但是民警通过调取 嫌疑人送孩子回家 当晚的活动轨迹后 最终发现 他把孩子送还以后 从一条主公路返回 而途中会经过一个加油站 而这个加油站 安装的视频监控系统 则完整地记录下了 他离开的整个过程 是凌晨一点多 有一个男子戴着口罩 从这个视频监控下面经过 当然这个男子的出现 就是认为这个男子比较可疑 因为当天晚上 这个戴口罩 它本身是一个反常现象 视频中戴口罩的男子 中等身材 形色匆匆 从动作和体型来看 年纪应该在50岁上下 民警沿着监控 一路寻线追踪 最终发现 口罩男在进入了一家学校之后 再也没有出来 这个人还是戴着口罩 进入了学校 这个特征和在加油站 这个特征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从这个加油站 到这个学校 步行也就20分钟左右 所以这个人嫌疑一下 迅速判证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 这个戴口罩的神秘男子 和这所学校之间 肯定存在着重大的关联 那么它究竟是谁呢 学校教职员工和工作人员 人数众多 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 锁定真凶呢 民警对案发时间段 进出学校的人员 逐一展开排查 当民警仔细放看 学校门卫处的登记本时 一个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保安人员发现 有一个人的字迹和热索 纸条上的笔记非常相似 而这个笔记的主人 正是该学校的一名保安 唐显斌 另外就从他这个字迹上面看 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太高 因为写的字不是很漂亮 在一个他把孩子送回去的时候 在孩子身上放在纸条里面 写的语句也不是很通顺 在缅县这样的山区 在学校里做保安的人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 另外 无论是比对出来的字迹相似度 还是勒索的内容 都让保安唐显斌的嫌疑逐渐上升 而重要的一点就是 民警通过视频比对后发现 这个保安唐显斌 无论是年龄还是体貌特征 都和监控画面中出现的口罩男 惊人地吻合 他的体态和我们视频上 这个嫌疑人有相似之处 因为他走路的这个步态 和他这个身高 和他所打工的位置 和他家里面居住的这个环境 和我们刚开始分析的是基本吻合的 很快 唐显斌被传唤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但是一开始 唐显斌始终矢口否认 因为他在学校工作 这个心理素质也相对比较好 当时我们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是一身正气量 休息一种 他不会干这些事情 纸究竟包不住货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以及在民警的思想教育 和交代政策过后 犯罪嫌疑人唐显斌最终如实公述了 自己偷走孩子 又将女童送回来的全部犯罪事实 可是当民警询问他 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举动时 唐显斌的回答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嫌疑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背后 暗藏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无法说不说 平安365正在播出 在免县公安局看守所里 犯罪嫌疑人唐显斌 向民警交代了事发的全过程 原来54岁的唐显斌 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 妻子和一个年满18岁的儿子 在外人眼里 唐显斌虽然过得清贫 但还算幸福 不过只有唐显斌自己才明白 在心里的苦中 唯一的儿子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了 想他吗 现在想不想这样的 哎 无法说 不说 我妈紧张呀 不跟他无法联系 他要去打 他妈说 我年费一定要年不低 每个年纪两年 两年 你不说这 名苦的简直是哪有这么苦的名字 唐显斌老两口 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从小就视为掌上明珠 百般疼爱 可是孩子长大以后 却变得异常叛逆 学业也没有完成 就想着出去闯荡 到头来经常开口 向家里要钱 经济拮据的唐显斌夫妇 能力实在有限 很多时候也帮不上忙 于是双方的矛盾日益凸显 电话里也争吵不断 孩子索性离家出走 一走就是三年 唐显斌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身体状况很差 他总担心自己时日不多 眼看着别人家 都是家庭和睦 儿孙满堂 唐显斌羡慕不已 原本指望靠自己的儿子 养老送终 现在看来 却无法抱太大的希望 天性喜欢小孩的唐显斌 于是动起了歪脑筋 也是发红 就是说不起 像真的不懂发 是个发毛 我当时 我会后悔自己是个发毛 不懂发 偷个孩子来养老 这个荒唐的想法 在唐显斌的脑海里慢慢酝酿 最终在2017年4月15日这一天 机会来了 唐显斌在富川镇街头闲逛时 发现临街的一处理发店 有一个看起来一岁大点的小女孩 独自一人在店外玩耍 而大人则忙着做生意 疏于监管 于是唐显斌刺激作案 当晚8点20分 他发现女童的姐姐 独自带着妹妹 在屋前院子里玩耍 唐显斌趁女童姐姐 进厨房盛饭之机 偷偷将女童抱走 把这个小孩抱到他们家之后了 浑身都淋透了 他就迅速地找了一些 以前他们家小孩穿过的衣服给换上 到了第二天以后 他感觉到这个小孩头发也长 按农村的讲究 家里边来了小孩 把这个头发给收拾一下 然后也涂个激励 所以他都把这个小孩的头发给离掉了 为了掩人耳目 也是因为害怕 唐显斌又把孩子抱去了 年过古兮的姐姐家中藏匿 听闻弟弟居然偷了一个孩子来养 姐姐气愤不已 把唐显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当时她大姐很气愤 还打了她两个矮光 但是迫于姐弟之间的情谊 就是说她大姐暂时把这个孩子 照管着 姐姐的责骂并没有让唐显斌醒悟 明知道头孩子犯下了大错 但一看孩子是那么地活泼可爱 唐显斌于是将错就错 当时听到最后 我想到后悔 后悔已经把这个事情搞得了 头落一顺 我也想到后悔 后悔 今天继承都不好 她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唐显斌完全没有意识到 孩子失踪的消息 已经在县城里传遍了 公安机关几乎所有的警力 全部出动 四处寻找孩子的下落 眼看着满大街上到处都是警察 再加上姐姐连日来的训斥 唐显斌害怕了 她决定偷偷把孩子送回去 心里愧疚做的事情不对头 当时心里都烦交错 心里都决定是个事的事情 不对头 对不住对方 对方呢 一无跟啊 一无从而无缘 都是少了一下 我心里考虑了 最后通过姐姐把我算了以后 我想了我不对头里 就是我 于是就在2017年4月20日凌晨 唐显斌偷偷把孩子送了回去 放在了家门口 为了混淆警方的侦查实现 他还故意留下勒索现金的纸条 企图瞒天过海 谁料想 这纸条上留下的笔记 给警方提供了破案的重要线索 也正是笔记和视频监控的结合比对 让唐显斌彻底露出了马脚 直到被警方抓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2条规定 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代 出5年以下有机徒刑或者拘役 嫌疑人唐显斌最终为自己的荒唐行为 付出了代价 而他的姐姐在案件初期 也涉嫌包庇 不过警方念在其事初犯 认错态度良好 且有规劝弟弟唐显斌的行为 最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所以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未追究法律责任 孩子失而复得 总算是有惊无险 明镜的小山村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不过这一次风波 也给所有的家长们 上礼堂生动的教育课 这个案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就是我们家长在带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提高了防范的意识 最好用成年人来带领 在关键的时候 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 以免给犯罪分子操作了可乘之机 第二就是我们家庭之间 父母和孩子之间要加强沟通交流 特别是孩子要多给父母的一些关爱 以免操作家庭悲剧的发生 2018年5月6日 重庆市江津消防支队接到救援求助 一名男子在钓鱼时突然河水上涨 导致自己被困河中 不断上涨的河水已经漫过他的摇身 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队员驾驶冲锋舟 携带救生圈 立刻向被困者的位置靠近 消防队员试图将绑着绳子的救生圈 扔给男子 经过多次尝试 被困者终于抓住了救生圈 消防队员将他拖拽上船 平安365再次提醒广大钓鱼爱好者 在河中垂钓时 不要因为过于专注而忽视自身的安全 河水猛涨很有可能是因为上游泄洪 这时要立刻离开回到岸上 避免意识大意发生异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